人之所以能够闻到气味 是因为在鼻孔上方7公分的地方 有一块嗅觉上皮 分布三种主要细胞 嗅觉细胞负责侦测气味分子 支持细胞负责支撑嗅觉细胞 基底细胞能分化出新的嗅觉细胞 嗅觉细胞在粘膜层分化出嗅觉纤毛 当气味分子与鲜毛上的嗅觉受体结合会产生讯息 透过轴涂传递到嗅球 最后到达大脑的边缘区 让人感觉到气味 香水所造成的伤害 不仅来自于合成香料 香精 还有部分原因来自于人们对香气的贪婪 这些有毒或刺激性成分 会透过毛囊口细胞间隙渗入 或直接穿越角质层进入真皮层及皮下组织 然后既由血液及淋巴管进入血液循环系统 造成伤害 要跟宜人的香气共生共存 让它丰富我们的生活 装点我们的情绪 而不是沦为香氛产品的奴隶 让它欺骗鼻子 麻醉嗅觉 还沉浸在自以为的美好里 现在开始学着做气味的主人 把香用对地方就能活得更健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